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新属二手返场 建议预算4到6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交易 尽可能避免租约地区返场 因为过去数据显示 租约地区的价格会比永久地区逊色 且需获得中政府批准 其交易时间亦更长 约7至10个月 如果是向发展商购买新项目 一般则必须等上至少三年才能够拿锁石 购买前 先决定翻船的用途 自助及投资的差异在于地点的选择 若要投资的话 则必须选择交易热门 便利性高的地点 自助的话则以自己熟悉或是临近工作地点等作为考量 在你决定购买房产之前 先别急着下定 在初步了解发展项目之后 先了解一下发展商中介的背景 了解他们的发展商财务状况 债务 必要的准征和批准 过去与进行中项目等 以避免发展商中介的信誉不良或侮辱欺骗圈套 打税买房冒险 买房必须准备的文件 身份证副本 前后 最新公积经级所得税报表 三个月的薪水单 雇主发出的薪资确认性 个人财务报告